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鱼犬社 我是天鱼 柴犬大熊号还有这个马团 生的这个五只小猫犬 已经13天了 现在呀有这个睁开眼睛的征兆了 我们要拿上手键筒 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因为某小男狗啊 需要这个有个防护 并且这个产房里的灯比较暗 照明用的 这个就是狗妈妈麻团 然后一只狐麻色的柴犬 长得很这个机灵啊 很有秀气 这个狗妈妈这个 长得很好看 大家看啊 这三只啊就是狐麻跟大熊的孩子 狐麻麻团 跟大熊的孩子 你看这就是它狗妈妈 然后这两只呢也是 都在这个毯子上面睡觉的 看 哼鸡哼鸡的 然后这是一个产箱子啊 产箱 这是用这个木板盯住的 然后它都在这个里面 给它铺上毯子 也这个动不着 并且也跑不出来 这个狗妈妈会在每天啊 大部分都在这里面睡觉 睡觉给小男狗这个奶奶啊 给它们洗奶 这看小男狗 这个看到狗妈妈来的时候啊 都会爬向这个狗妈妈 就想流奶喝了 今天出生啊是13天了啊 待过个几天就会睁开眼睛了 现在眼睛呢 只是有扒开了一点点的缝 还没有完全睁开 看 这是狗妈妈给小男狗啊 这个清理 它的这个粪便 因为小男狗在小的时候啊 它是无法这个自主排泄的 需要这个狗妈妈 这个给狗狗舔 使它的排尿和排便 这个这个部位啊 来刺激它们排便 这五只现在已经非常大了 看我的手机头 如果把它们五只 这个安提接算的话啊 应该快要超过狗妈妈了 奶水决定这个小奶狗啊 成长速度和成长的这个健康状态 一只这个健康的狗妈妈啊 她在怀孕期的时候是能吃 并且啊 哺乳能力非常好的 看 大家看这个狗妈妈红麻色 她身上这个毛是不是很亮 你看 这就是她一个哺乳的一个 一个缓解了哈 小老鼠你看啊 这狗妈妈过去啊 这小奶狗开始往她的身边 开始走了啊 看 大家可以看啊 都往她的身边爬了 都往她这个身边爬了 看 已经有一只锡上了 大家看这一只新奶奶的 这她找着了一只来 是不是要忙她 超红麻色 超红麻色 这里面有赤色还有红麻 好我们现在已经看了这个 红麻的这个小狗狗了哈 红麻色小狗你看 这就是全家福 看这就是一个给她的孩子 一个排泄的过程 你看她孩子都过去吃奶去了 都过去吃奶去了 现在五只小奶狗啊 都骑上针 都在找哪条西 你看 多可爱啊 你看 特殊的这个体色哈 很好看 其实每天都在 María